李居明大师会客室 你好大师 各位网友好 今天讲什么题目 今天这个题目令我有点忐忑 为何 因为和我们未来有关的 未来的预言 未来的预言 我们记得1989年 即是六四那时 那时我刚刚出了《奇闻几期》 1988年8月份我们出《奇闻》 1989年6月的时间就是六四 六四其实就是令到我创办的《奇闻》雜誌 那个销量是急升的 当时是很厉害的 20万刷 很厉害 当时未有其他周刊出 是 当时最能够到20万的销路 是因为访问了两个盲工 由盲工来占国运 盲工来占国运 就是盲工来占国运的笑话就是这样 但是说的话就非常准确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想知道国运是如何 所以逢亂的时候 或者多事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知道的未来 是的 现在由于这个瘟疫 由于中美的贸易战 中美的战争 中美的战争 中美各方面的角力 加上全世界都这么多事 所以造成每个人都在心里面 心大心势坦坦剔剔 我经常都跟所有的人 是讲一个结论 结论就是说 我说无论世界怎样变 先变好自己 然后香港人永远都不要害怕 不要去别的地方 理由就是香港有一样东西是赢了 无论世界怎样变都好 香港的医疗始终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而且是土生土长的地方 我们叫十字车来 曾经有位同事跟我说 有一个朋友心里面说 五分钟就来了 通常来说是十三分钟内 一定可以赶到来来接你 十字车我有经验 你坐过十字车没有? 我坐过 我八号风球的时间 我肚痛 抢炎 于是坐在十字车那里 送去医院 我经历过 八号风球 在外面听着这些声音 我经历过来 都十三分钟送我到医院 入了医院之后 五分钟之内 帮我打了一支针 我走出来 一点事都没有 只知道肚痛 很多事 腸胃炎 一支针就搞定 所以我都在八号风球 坐过十字车 是 也就是说香港医疗这么好 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健康 保护我们的寿命 但是你在外国 你就真的很糟 因为现在加上全世界的人都歧视我们中国人 所以如果你去到外国 你能否保证一个好的医疗 或者能够经常可以这么容易 就测一下身体 又照什么照物 或者甚至有钱 就可以请到好的医生 请到最好的治疗 这件事在外国是做不到 所以人离 乡战这四个字 都是我想今天赠给香港人的 好了 既然林记说到未来的预言 我们就要讲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通常预言学 通常最 最喜欢拿来说的 就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春牛图 第二件事就是地武经 第三件事就是推背图 所以今天 我也跟大家讲一下 这三件事非常有趣的预言 第一件事就是叫春牛图 春牛图 本身有幅画 那只牛就告诉我们 无论它的木桶 它拉完一只牛 是前后 穿鞋不穿鞋 那只预线 那只预线 等等 其实都在暗示今年 会发生什么事 全部都是密码 而而在2020年 庚子年 今年 在春牛图里面 第一句诗篇很准 这个准到的情况 令春牛图的预言突然平地一声泪 因为他第一句就说太岁庚子年 即是指今年 人民多报却 人民多报却的意思就是 人民很多都是发生问题而死亡 在六十个夹子的六十首诗里面 是得庚子年这首诗的第一句是说人民多报却的 所以今年也是大家看到这句说话是认得不得了 特别在美国 在俄罗斯 西班牙 意大利 人民多报却 第一句是靓了 但是在春牛图的另外一个叫做地母经里面 2020年庚子年也有四句诗是很令大家震惊的 这个震惊的程度是很害怕的 所以他第一句靓了 我就不希望他最后那句都靓了 他最后那句就是这么说 他说鼠号出头年 就是老鼠年出头 什么叫老鼠年出头呢 就是指年指月就叫老鼠出头了 指月就指今年的12月5日到第二年的1月5日左右 在这个月高低多偏颇 他这句说话就是高低很难说 高低多偏颇是否代表着很多东西 up and down 就是很波动的 如果你说现代社会高低多偏颇 就是股票波动的 那经常 你古代就没有股票的 高低多偏颇呢 通常就是指农田有高有低 就是收割有好有不好 但是接着那两句就很麻烦 他说更看三冬旅山头起墓田 那起墓田就很害怕 很心寒 什么叫更看三冬旅呢 三冬就是指过了12月之后 一路踩到2月4日前 那条三冬 三冬旅山头起墓田 就是说代表很多人会磨世会死亡 这句说话很害怕 同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冒起了一个弟弟哥 那个弟弟哥说今年的预言 就是说中了今年年初到现在的瘟疫 而他是很提升 在今年的12月份 他说明日期 12月份到明年的年头 是会有另一单更劲的瘟疫 就是和这个瘟疫从临之后可能是变种 就是超级细菌 是的 那这个小朋友所说的预言 现在网民大家都在存在 就是和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武经所说的说话 是二谷同宫之妙 那大家要永远记住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遇到悲剧不开心的时候 永远都喜欢找这些悲剧的东西出来看 也就是说呢 人呢 怕开 就一定继续怕下去 嗯 但是我在过去有一个经验 就是什么呢 将那样东西说出来 那样东西就是不靓的 那就是说我现在说出来 其实就应该不靓 嗯 但是山头起墓田 其实已经凌了一半 因为过去如果以美国为例 它真是个个死了 就像一个坑一样撞下去 嗯 所以其实都凌了一半 所以这件事呢 就是第一件事想告诉大家 今年的十二月份呢 的确大家是有些阴影 嗯 就是指连指月 是 就叫做 刚才我说的那句 叫鼠号出头年 就是出来那只老鼠 就是两只老鼠出了来 所以是代表鼠年鼠月 就不能不怕 不能不防 嗯 第二件事就是说 这个地步经 就是这个春流图 是 是 在2020年 全港人民多部出 那么准 嗯 那2021年又怎样呢 2021年呢 他就说 太岁新丑年 疾病少纷纷 嗯 什么叫疾病少纷纷呢 嗯 就是疾病呢 稍微少了一点 嗯 嗯 那其实就是说 过去一年的疾病 都不是稍纷纷 嗯 原因就是 年头 年中 年尾都有 是 所以其实如果以春流图来说 今次这个瘟疫呢 好像不会完全消灭 这样的意思 嗯 就是非常之大换 嗯 就算我们最初想着 8月9月会好呢 可能都不会好 嗯 只不过就是说 所谓好的原因就是说 有解药的 嗯 希望是这样 是 但是在2021年 就是这个新丑年 是 的地武经呢 就最后那两句呢 是 就非常之 是出位 但是这两句说话怎么解呢 我就想你 各位网友 网民 你去解给我听 我就不太懂解 他说新丑牛为首 新丑年是牛 嗯 高低甚可怜 什么叫高低甚可怜 嗯 嗯 我不懂解 网民你去解一下 什么叫高低甚可怜 可怜一定是可怜的 嗯 还要高低甚可怜 无论你是高的低的都可怜 都是可怜 什么原因是高低甚可怜 是不是代表股票有高有低 高的时间就赚不到钱 低都赚不到 嗯 那什么叫可怜 你要定义什么是可怜 下一句 就是各位网民 你要睁大眼 树高的鱼仔听 他说人民流一半 人民流一半就很害怕 是啊 不过下一句他就回答 快活好桑田 哦 所以呢 2021年就有这些东西 但是在2022、2023 我们都看不到那首诗 接下来那些是写得很坏的 但是真的他对2020和2021年 在中国的传统地武经 和这个津楼道的诗 预言诗里面 是的确说得很差 但是这一头就说2020 2021年很差 那是2023、2024 没有东西吧 但是另外一本 吹背图呢 又说2023和2024 是一个很转捏性的年份 请大家看这个叫做《推背图》 林记的《推背图》就是传说 就是唐代的角师 李淳峰所写的 李淳峰呢 就是一个历史上很著名唐太宗的时间 的一个非常之厉害的角师 是他第一个看到武则天 是会灭唐朝的 所以当时就是游说唐太宗 不要接受这一个小小的飞笔在身边 这个就是李淳峰 既然《推背图》有历史的借镜 让我们看到 顾明师他的预言 会不会都真的非常之灵验呢 很厉害 在我的《运程书》里面 甚至有一本叫做李居明的《推背图》的专书里面 是刊登了他的《推背图》 不但他有诗篇预言 他有图像预言 他的图像预言 他的图像的预言 中日战争 八国联军入侵 江青的武器 整帮的出现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全部都是以图像 在唐朝的时间已经画了出来 即是说在1200年前 唐代已经画了 现在所发生的事 是画幅图 是 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展示这些图像给大家看 今天我们先推给大家看 就是他画今天的图像 即是现在今天的图像 就是大家看这幅图像 大家知道在唐代一推 他不是推每一年的 因为是推一段时间 这一张图像 就是推大概 1980年到现在 这二十多三十年的国运 在这段时间 他占卜了一个很矮的君主 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推背图 这幅画里面 矮的那位君主 就叫上君非君神非神 他也沒有正式说他是最 elkaar 但是他又是最 elkaar 他好像是一个神子 说自己已经退出江湖 做一个神子 但他又不是神 那出现 其实大家知道 这张图像里面 那个矮字的君王 就是指邓小平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这个预言是说什么呢? 黑套走入青龙月 什么叫黑套呢? 另一个版本叫乌套 乌套指套年 黑色是代表水 所以乌套和黑套就是指贵字 贵字是属水 贵丑年 贵某年 贵某年就是2023年 即是三年后的套年 青龙月就是指木 所以就是指甲木 所以青龙就是指甲晨年 刚刚我们的2023年 2024年 就是贵某年走进去甲晨年 就在2023年4年 在过去那几三年里面 所有网民我教识你们看 我说未来的八运走入九运 那个历史时刻是在哪一年? 九运是哪一年? 2024年 没错 就是黑套走入青龙月那一年 是不是? 八运走入九运 就是2023年 走到2024年 那就是黑套走入青龙月 那就是说 由八运到九运那一年 就是2023年 2024年 它就指那一年了 去完那一年了 那一年发生什么事呢? 下一句 欲尽不尽不尽不可说 它说有些东西到了尽头 但是又不尽得了 那现在是占国运 国运会尽 但是又不尽得了 不可说 很久人 不可说 也不说 也不知怎么说 应该怎么说 那通常这些欲尽不尽呢 的意思呢 就在过去的历史里面 通常都是说一个朝代的轻衰 那是否这个欲尽不尽是这样的含义呢 那它永远遇言施 就等你去猜 但是它说了在这个时间 2023年2024年 在中国的版图上 中国的国家上面 唯有外边根树上 三十年中主先结 是 虽然是欲尽不尽不可说 但是在外边的根树上 根就指下面 如果以中国的版图的根下面 根树的下面 那其实就是指南边 也就是指深圳的直指香港 所以外边的根树上 其实是指香港 三十年中主先结 三十年中主先结 为何会突然说香港 因为大家计算一下 在1997年香港回归 三十年都刚刚就是2027年 是三十年中子孙结 半年中子孙结 半年中后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外面的根树上是指根树 也就是指台湾 所以是指这个2026和27年 30年子孙结了结了那个子孙的问题 那就是说代表了中国统一 也就是说台湾可能收回 所以在现在我们2020年 面对着未来这6年到7年的时光 也就是香港的30年回归 这6到7年其实在推背图里面有这句说话 就是说了这6到7年里面应该有很大的转变 由2023到2024 这个是由八运到九运 这个是第一个历史时刻 巧妙时刻 第二个巧妙时刻就是这个2026年和2027年 2026年2026年是一个什么年呢 叫秉五年 秉五年的60年前就是文化大革命 就是说文化大革命领升呢 重临回到2026年和2027年 而那两年呢 推背图就说 30年中子孙结 所以2026和2027 也是一个很难以揣测和推磨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点 所以我相信中国在2023到2024或者2026到2027 这两段时间应该都是非常之微妙的了 所以我们作为这一代的人 现在是2020年 未来的这六到七年呢 是应该大家有点心理准备 就是国家以至到全世界呢 都是应该比较多变化一点 也就是说在八运到九运这个历史的时刻 进入九运以至到进入九运之后的2026年呢 是应该是最不可思议的年份 所以在未来六年到七年呢 我们这一代人将会经历一些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在这个推背图的预言 在这个春楼图和地母经的预言呢 都是有预言到由2020年开始的这几年呢 是比较多事一点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为什么我一直来提醒大家 无论世界怎样变 先变好自己 就是基于这个中国传统的几个预言而产生的 对不起 对不起